香港大家會說 當然房屋問題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但其實房屋問題不是現在才有 我分享一下我小時候 我家大概是不夠三百呎 住了十幾個人 一進去就有一個上下的鎖架床 在鎖架床上就是我住的角樓 上去就好像要這樣爬進去 前面就有幾條木 我小時候也很幸運 我可以趴在樓下看到電視 由紫荊雜誌 還有是正坦新售和高智芯油管 聯合製作的說好香港故事系列 我們也有新一輯的內容 就是說好中華文化故事 今天就很開心請到鄺美雲小姐 大家都稱呼她為鄺美人 鄺美雲小姐 你現在是港區人大代表 眾所周知 你是一位成功的藝人 歌手 有做過演員 有拍過戲 也是一位珠寶設計師 你這麼多身分 人生裏面 擔當了一個什麼角色 以及如何影響你現在的工作 我覺得其實都是有一個服務奉獻的心 我覺得無論我們做哪一個行業 你做好你的專業 你要喜歡它 不同的就是以前當歌手 要在歌唱的領域 要增強自己的能力 歌要唱好一點 到做珠寶設計 因為我很喜歡設計 亦都很喜歡跟客人溝通 你去珠寶店賣東西 例如你見到一個銷售員 或者一個老闆 你就會很相信她是專業 你一定會這樣問她 但別人可能會想 你以前是歌星 你究竟懂不懂 所以一定要考取一個專業的牌照 因為我們都要去保護我的客人 因為珠寶有真偽 真的要保障客人 你要首先你自己有這樣的能力 沒錯 但是你現在是港區人大代表 你還有一個身份 現在是從政的 為人民服務 OK 這一部分如何影響你的人生 2003年 我去一個佛教的活動 當時有個朋友過來問我 鄺小姐 你可不可以幫助江西的學生 因為有很多學校變成危房 去讀書就很危險 可不可以去換建學校 我說好啊 從那時候開始 一直在江西到現在就有20多間學校 後期就在2006年左右 做了江西省政協 其實你說我一開始 我是去換藏學校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想過 我會做了他們的政協委員 參政議政 2017年我們轉線 就轉了做全國人大代表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 我自己都是一步一腳印 就是我盡量是為社會服務 我其實第一間學校 就是在寧夏僱元的地方 我是寧夏的政協會 我記得當年我們去到一個學校 坐了幾個小時的車 就去了一個好像山洞的地方 我之前就說我想給一些電腦的學生 他們說不用,這裡沒有電 去到我說學生都很遠 其實他們住在裡面那邊 不過都要走過幾小時上學 當我去到開學禮的時候 看到當時其實學生是沒有鞋子穿的 就是很貧窮 當年我就問他們 你們人均一年有多少錢人工 我印象很深刻 一個家庭 就是夫妻兩個人 是350元人民幣 一年 一年 平均一元人民幣也沒有 在2003年我去過那個 就是寧夏僱元這個地方 接著到現在 有兩萬多元 人均的收入 我們經歷了現在差不多是20年 2003年到現在是19年 我們看著 國家不同的貧困的地區 真的那個變化是特別大的 扶貧不過我覺得最重要是先扶資 有志氣的人 其實他去到哪裡都可以找到機遇 人最重要是你跟一些正能量的人在一起 近朱者赤 你跟一些開心的人在一起 其實你個人的心情都會好一點 有些人會想到很negative 你跟一些正面的人在一起 我們當時去見到一些學生 我每一間學校都一定會去那個開幕典禮 因為要給他們鼓勵 希望學生要知道要做好事說好話傳好心 這樣就要吸人歡喜、吸人希望、吸人信心、吸人方便 我覺得要給他們一些好的信念 希望他們知道要有一個傳承 做人要有責任、有慈悲 你怎樣去幫助其他人 將來長大之後 你可以盡盡報告 去做好你自己 因為其實送一些禮物 或者建一間學校 其實這個都不是永遠的 例如你去扶貧 你給他們一些食物 他們吃完就沒有 所以你一定是給一些知識 讓他們有他們的謀生技能 所以現在我們國家在這8年精準扶貧之下 現在全國9,899萬的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這個脫貧攻堅其實是有賴我們全國的人民 還有其實香港人或者海外的中華兒女 是同心協力是給了很大的幫忙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都很愛國 是很願意在其他城市打拼賺到的錢 都是去幫助我們的同胞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是要齊心才會事成 我有這樣的看法 很多年青人可能之前就不知道 拼賓就聽了一邊 於是現在還有相當多 即是扮盲的人就看不到 炸聽不到 於是拼賓我就看不到 又或者裝睡我就不醒了 比如說國家發展近2、30年 他不看 他仍然會聽說還在說50年前 你醒一下 我不醒 我睡覺 我不知道 你覺得這可能是否一種反叛 每個人都會有一個成長的反叛過程 我相信你也會有 到你會去接受一些你一向不相信的東西 中間你有沒有什麼開竅過程 我很想了解一下 我想起我十三四歲的時候 我看到電視台晚上十二點 收台 收台的時候 就是出英女王的照片 沒錯 我的心就在想 為何會是一個外國人的樣子 你照鏡看我們本身就是一個中國人的樣子 無論在哪裡生活、哪裡長大 其實那份中國心 我覺得是很自然的 就是會有的 現在無論你去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如果你發生事都是由國家來救你 別人看回人種 看看你上哪一架飛機 即是如果發生世界大事 你上哪一架飛機 你都是上自己祖國的飛機 你想想我們那一年代 我很記得我十多歲的時候 我們家都是窮的 沒有什麼錢 但我記得我爸爸就拿一些食物 拿一些電器匯一些錢 去家鄉幫助 所以我覺得香港人海外的華僑 其實是對祖國有個課心 是很希望國家好的 即是我們那一年代 到現在其實國家發展得超級好 你想想想 只是為你自身的安全和發展 你也要生活的 要吃飯的 當然是在香港和在我們祖國是最好的 我覺得是這樣 香港大家就說 當然房屋問題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但其實房屋問題不是現在才有的 我分享一下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住在旺角山東街金林街 以前是叫鴨蛋街 樓下是賣雞蛋的 我家裡大概是不夠三百呎 住了十幾個人 一進去就有一個上下的鎊架床 在鎊架床上面就是我住的角樓 上去就好像要這樣爬進去 前面就有幾條木 我覺得我小時候也很幸運 我可以爬在那裡還可以看樓下看到電視 但是我半夜聽到老鼠的聲音 我是不可以反轉身去反抗 因為我爬在那裡我就是爬在那裡 我不可以打側身份 你明白嗎 因為那個位置沒有我的肩膀闊 我只有這麼多 我趴在那裡不能動 如果我就要慢慢掩著自己 慢慢地轉身 就是對著這個天花膽 我當時是十至十四歲 我就是住在那裡 住了四年 後來我媽媽早就不在那裡 由我十歲到十四歲的期間 人是訓練出來的 人是那個環境令到你要做到的 我記得那時我有個同學 跟我一起去探望我媽媽 我媽媽因為她是癌症 她很不舒服 我一餵她的時候 她一吐 吐了我全身 我同學 因為很多人不看得人吐 她就馬上走開 我沒有理會自己 我立即幫她安置好 我便進去洗手間清潔 後來我跟同學說 你不害怕嗎 我便進去洗手間清潔 我說那個是我媽媽 如果我也有一個很害怕的表情 我會嚇壞她 那時我是中一十二歲 因為小時候都是艱苦的 你便會明白 你要愛你媽媽 你自己要成熟一點 我們要放學去讀書 去照顧媽媽 但在那個過程中 我覺得自己也挺成熟 我記得當年我媽媽不在 有些親戚說 真是可憐 你這麼小年紀 媽媽就不在 但其實我內心也不是這樣想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也算幸運 因為我媽媽不是誉要我 他不過他不舒服 他有事要先走 即是他生病 但我們人永遠都是比上不足 比下有餘 有些人可能一出生 已經不知誰是父母 或者是雙殘 我覺得其實你要知足 其實我覺得也很好 因為有些人沒有家 因為有些人沒有家 我還可以有時看電視 我們小時候 其實衣服只有很少 我記得我穿著校服去追巴士 原來校服的裙袋都穿了 你不會有很多校服裙 可能只有兩條 你現在想起是否覺得 是一個經歷一個過程 更加清楚去體會 你要讀好一些書 你要努力做事 令到你的生活好一點 你覺得演藝界的身份 對於你的從政 其實是有一定的幫助 我覺得不完全 不過是有幫助 譬如當你面對媒體做採訪 當你要表達你想表達的事的時候 我們可能是對鏡頭 對於人和人交往之間 比較習慣 沒錯 當然很多人從政去說話 各方面都是很厲害的 最重要是你的內容是甚麼 但是會不會有兩種情況 第一就是外面有很多記者 我誰出去應付 當然是抗美文小姐 不會 因為我們有常委 我們有常委、有團長 有主持 在甚麼情況下 你才會再拿起咪 唱國 我們會慶 我剛才做了一種會歌 叫做情系每一代 希望我們香港和珠海兩方面的 每一代都一起這麼愉快 每天都這麼開開心心 發展好香港、珠海和我們國家 即是會和你的政治工作 扣起來了 你才會拿起咪咪唱 純粹是娛樂的show 你會不會 再開演唱會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準備 家裡有時會唱一下 你說大型演出 我就沒有 你說哪個歌式開演唱會 一定要你做嘉賓 那些就有點壓力 這是時間上壓力 為甚麼呢 你也知道 今晚演藝做演唱會 你日後要做些準備 到時會不會喉嚨通 每一個專業有他的工作 所以你又要 這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我當年的郭慶民的馬會 找到你來唱幾首歌 我的文章很大臉 謝謝 我好大臉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想繼續去看 我們說好香港故事系列的 說好中華文化故事系列 一定要去訂閱自經集資 政藤新秀和高智參有關 今天很多謝郝美雲小姐 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 謝謝 謝謝